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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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知语文老师 今天我们所要讲说的内容是机器人为课程里面的底盘基础篇 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要讲的是方向控制与驱动系统 首先我们先来看四动力轮系统的大纲 第一个部分我们会先讲到前进与后退 第二个我们会讲到左转跟右转的问题 第三个我们为了解决左转跟右转的问题 我们会使用麦克纳姆轮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把麦克纳姆轮做一个介绍 接下来我们会谈到麦克纳姆轮的简易力学分析 跟麦克纳姆轮向量的力学分析 那黄色这两个部分我们会在下一个单元里面跟各位同学说明 首先我们先看到四动力轮系统的前进跟后退 第一个部分我们先看到是前进的动作 右边这张图画了四个方块 它就分别代表四个轮子 那四个箭头呢就是轮子看转向的方向 如果我今天要做前进的动作 那我的右侧的两颗马达必须要顺转 那左侧的两颗马达呢我们要让它逆时整转 所以这样子我就可以达到整辆车子前进的动作 接下来我们来看后退的动作 这四个黄色的方块分别代表四颗轮子 而这四个箭头呢就是看转向的视角 那如果我今天我要让我的机器人做后退的动作 首先右侧马达必须要逆时针旋转 所以右侧的两颗马达都要逆时针旋转 而左侧的马达呢必须要顺时针转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让机器人进行后退的动作 接下来我们来看左转跟右转的问题 首先我们先看左转弯的动作 这一样代表四个轮子 然后四个视角方向 当我的机器人要进行左转弯动作的时候 我的右侧马达必须要顺时针转 那我的左侧马达呢是不旋转 那这样子我的机器人就会进行左转弯动作 同样的如果我今天要进行右转弯动作的时候 这一样是四个轮子 四个视角方向 那这时候我的左侧马达必须要逆时针旋转 那我的右侧马达呢不旋转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达到整个机器人右转弯的动作 那左转弯动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一个问题 当我的左侧两个马达不旋转 右侧顺时针转的时候 旋转的中心点会在两个左轮的中心点处 也就是这个红色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一个问题 车子在转弯的时候 不转的两轮会因为摩擦而产生震动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接下来右转弯动作也有一样的情况 当我们的右侧马达不转 左侧马达逆时针旋转的时候 这个时候旋转中心点会在两右轮的中心点处 也就是在这个红色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 一样会发生相同的问题 就是不转的两轮 会因摩擦而产生震动 解决的方法呢 有以下几种 第一个 我们将轮子换成全向轮 就像这个跟这个 在我们前一个单元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全向轮 因为它中间有小轮 所以它可以把侧向力分掉 所以也就是说刚才的震动的现象 在如果我们安装上全向轮的时候 就不会发生 另外一个解决的方法 我们是将轮子更换成麦克纳姆轮 它的图形长这样 它一样中间有小轮 只是它的角度不太一样 那我们把这个轮子 更换成麦克纳姆轮的时候 那我们就来讨论麦克纳姆轮的分类 麦克纳姆轮可以分成 两类 第一个叫做A类 也就是说它的小轮是 左前右后 那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称 称为叫做左旋轮 所以由右边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小轮子 是左前右后 那它产生出来的力量呢 就是左前 左上方跟 右后就是右下方 接下来我们看B类的轮 B类的轮就是 右前左后 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叫做右旋轮 它的小轮方向是这样 跟前面的是相反 那它所产生出来的向量 一样是右上 也就是右前 跟左后 也就是左下 那因为这样子 向量的合力 我们就会产生前进跟后退的动作 那它也可以产生左转跟右转的动作 它也可以产生左平移跟右平移的动作 这个平移就像螃蟹走路一样 它是整台车平平的走 接下来它也可以产生左旋转跟右旋转的动作 那也可以产生左上平移跟左下平移的动作 以及右上平移跟右下平移的动作 接下来我们对视动力轮系统去做一个总结 首先前面我们谈到了 视动力轮系统的前进动作与后退动作 它的轮子要怎么转 接下来呢在转弯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些振动的问题 最后我们解决的方式 如果要消除振动 我们可以用全向轮来做 那如果我们要做到更更进阶 可以做到平移的话 我们就必须使用到麦克纳姆轮 那麦克纳姆轮的力学 我们会在下一个单元分析 那麦克纳姆轮的向量力学 我们也会在下一个单元分析 以上是方向控制与驱动系统 视动力轮系统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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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